别再错过成为瓶酒师的机会了 订阅我们的频道 让我们带您进入美妙的瓶酒世界 从酒鬼转型成为杰出的瓶酒师 著名的日本威士忌酒厂的历史和特色功法 山崎蒸留所 Santory Yamazaki Distillery 成立于1923年 是日本最古老的威士忌蒸留所之一 也是日本第一间酿造单一麦芽威士忌的酒厂 他们采用的特色功法包括 使用本地的水源和多样化的木桶熟成 并结合了传统的苏格兰制酒 工艺和日本的精益求精的文化 小川蒸留所 Chichibu Distillery 成立于2008年 是一家相对较年轻的威士忌蒸留所 也是日本最小的蒸留所之一 他们使用的特色功法 包括在高海拔地区种植小麦 并将威士忌熟成在高品质的日本橡木桶中 以获得独特的口感 白洲蒸留所 成立于1973年 是一家位于日本阿尔卑斯山脚下的威士忌蒸留所 使用的特色功法包括采用当地天然水源 并在酒厂旁边种植原材料 以最大程度的控制制酒过程中的品质 供成来蒸留所 Nikomi Rakiko Distillery 成立于1969年 是日本第二大威士忌蒸留所 也是专为制造轻柔口感的威士忌而设计的 他们采用的特色功法包括在制酒 过程中使用多次蒸留和不同的麦芽 以提高酒的复杂度和口感 辅景蒸留所 Egoshima Shuzo Distillery 成立于1919年 位于日本冰库县明史市 是一家以酿造轻酒为主的酒厂 然而在1970年代 他们开始酿造威士忌 并成为日本第一家使用旧式蒸留装置 来制造威士忌的酒厂 他们采用的特色功法包括 使用旧式的蒸留装置 和自然酝酿的方法 以制造口感柔和而风味独特的威士忌酒 预想蒸留所Santory Yamazaki Distillery 成立于1923年 是日本最早的威士忌蒸留所之一 也是山崎蒸留所的姊妹酒厂 他们采用的特色功法包括 姜 威士忌酒熟成在多种不同的木桶中 例如橡木银杏木和日本樱花木桶 以获得独特的风味和香气 之多蒸留所 Chita Distillery 成立于1972年 是一家专门制造混合威士忌的酒厂 也是日本最大的威士忌蒸留所之一 他们采用的特色功法包括 将威士忌酒熟成在美国白橡木桶中 以获得明亮而柔和的口感和香气 这些日本威士忌酒厂都有 自己独特的历史和特色功法 并且都在制酒过程中注重品质和细节 这些工艺和技术的精湛让日本威士忌酒在国际上 获得了高度的认可和评价 去 那 我们 据